欢迎收看美食影响力 大家好 我是岑慧云 饮食公园是台湾身为美食天堂的魅力之一 街头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餐点 其中法国菜被誉为是西餐之首 也是世界三大料理之一 而其实早期的法国是一块贫瘸之地 法厨因此磨出了深厚的功力 把普通食材变成美味佳肴 在这节节目 我们要用法餐华丽交奖曲掀起篇章 在台湾想被誉为正统的法菜可没那么简单 熟知的米其林并非是唯一主要 而是法国近年发起的外交部验证 串联各地食馆与法国旅游单位合作 号召了全球五千位的主球 特别精心所设计出的菜单 经过评比之后才能够获得验证 而隐身在台北大道城巷弄的法式餐馆 就以正统的法式乡村菜获得大家肯定 来帮两位上一下 这个是伯根地的红酒蛋中 那吃的时候会建议把蛋黄给化破 用旁边的法国米包沾着一起食用 那现在下一套为您上的是 多芬内菊千层洋芋 那小心烤中非常烫哦 最后帮您上的是兰姆酒巴巴 看似菩石 法国乡村菜却是各种巧味 陈伯瀚用直接又细腻的方式 让客人了解 法国菜其实是千字百味 它不炫技 就是你看它这样素素 但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小技巧 它的风味是有很多种不同的风味所堆叠 而在你的口香里面做成一个集合 而你在巴黎 你在布根地 你在里昂 就是你只要在小管子里面都一定可以找到这道菜 它好不好吃在于 第一个它的白酱做的好不好 第二个它选用的起司好不好 你吃下去口感是松软的 但是它是一整块的集合在你的口香里面 这个东西要好吃就在于 第一个鲜奶油 你打发的程度 就是你不能 你太湿 它没有办法停那么久 鲜奶油一定要配 重的兰姆酒糖水 对如果说你今天你的 兰姆酒不够重 你的鲜奶油就会觉得很腻口 所以它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口腔的一个平衡 满满对法国菜的爱 隐身搭造成时代感老宅 开放式炉灶 拉近主厨 与宾客距离 沉波汉 这里推广法式料理 职人信念 多次拿下殊荣 你就是每一间店 把它们当年需要的主题 做成一个套餐 然后把菜单呢 传给当地的外交部 然后外交部 他们这边收集完所有的资料 会再转传回去法国本地的 他们会书面审查 你们开的菜单 够不够符合本年度的要求 由法国外交部发起 各地使馆 旅游局等单位合作 串年各国法师料理主厨 精心设计菜单 全球至少五千位主厨参加 入选的餐厅 等于是拿到法国外交部认证 这几年来可能 有很多新派的菜色开始慢慢崛起 所以导致于 也许法国有点危机 是觉得他们要更努力地 宣传他们的法国美食文化 古言 十年窗下五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陈伯瀚一当完兵 就前往国际栏带学院进修 课语阅读大量棚人书籍 充实自我 因此快速累积厨域能力与世界观 多家餐厅历练后 十年前自立门户 开始拥有专属空间 获奖后在餐饮圈引起热议 成了吃货不容时宜的地方餐馆 你们会真的都追求这个东西 我觉得看人 这真的是非常看人 像我就完全不会追求这种东西 它是一个需要非常花 时间精力跟金钱 尤其是金钱 那这个东西从我开始有在萌芽 我想要自己做我自己的店的时候 我就完全不会有这想法 那我就是尽力做好 我想做我想带给大家东西 我觉得这样就好 其他的 因为市场上你喜不喜欢你 它会反映在你的商业行为上 无心插柳柳成印 尽管获认证 陈伯瀚依旧不改出舟 每隔一段时间就走访法国 体验当地吃食文化 实际传扬发财 充满地域性的不同面向 与独具一格的人文风情 所以就要多吃 就是跟我们做厨师一样 就是你如果只是一天到晚 都是在里面做菜 你不去吃别人的东西 你永远不晓得 这个市场上 就是有什么东西是比你更好 或是你没有办法去理解说 那我自己的东西 在这个市场上的 水准到底排在哪边 透过一道道佳肴 传递美味的 还有大师这间法式餐厅 开幕才满周年 就获得五百盘 四个盘次的肯定 被预告是下一个 法国外交部认证的明日之星 前面的红色的那个冷汤球 它是利用像西班牙冷汤的概念去做 然后搭配的是 我们用石令的水果 就是大湖的草莓 第二个小点是 那个鰻鱼的香蹄 那香蹄的话 它是用普烧 就是自己做普烧纳鱼跟鲜奶油 去做打伐厨 那使用的是日本大根 然后加了牛奶跟鲜奶油下去煮 它煮完之后再打成泥 然后再把那个杂质滤掉 然后剩下的液体去做成的奶油 软丝去炒 然后它的那个像马铃薯嘛 你是知道会有马铃薯 我是用了鸡豆去做成一个鸡豆泥 它的一些像那个醋 油醋 我是用了台湾的很熟悉 南部很熟悉的那个五硬醋 奶油水去跟石斑鱼去汇煮 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然后下面是用了那个北济贝 最下面 鱼的下面有用北济贝 然后酸豆跟伊比利火腿去炒的一个像那个拌酱 这是鱼鱼汤耶 对 那它其实是因为它的那个鱼鱼汤跟 我们的那个焗饭的反差感 这一个的话它是用那个炒菇 炒菇跟那个芥兰 那它其实发想是那个 这个粤菜有一个是芥兰瓜腿的 我最想要给客人的手朵 它是午饭 用奶油去煨煮的那个法国大葱 然后搭配现在日本的色香薰糖 历经一年时光碎裂 主厨郑韵淳挥洒四如 带领的团队越发成熟精炼 在东方味与正统发酿间 悠有玩味 激荡出令人惊艳的火花 从开胃酸甜小点开场 先为海鲜接棒 最后是几节华丽与惊喜的牛排 风味从清爽到浓郁 让人食欲大开 难怪被说是下一个被认证的星星 我认为客人对你的认可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认可 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 就是你毕竟在这个业界的努力 那你还是需要除了客人对你的认可之外 其实你还是会需要一些比较官方的一些认证 然后去证明自己 真的自己有做到 扎实料理技法 换化成餐盘上 一道又一道佳肴 既经四座外 服务上的创意与巧思 更受得出拿奖企图心 像桌边的干水晶 前一天泡过万秀菊香气水 菜单上也有没说的故事 它其实上面有一颗星星 这个其实是以前大直的 古代大直的地图 然后这个星星是我们所在地 那它其实以前我们这边是一个运河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运河的上面 这些东西好像其实对于这些奖项 它本方也很可以对不对 故事吧 故事 故事 对啊 那我就是最不会说故事 或许不擅长说故事 主厨把想传达的都表现在实物中 不论是否后法国官方认证 大厨们 用美味共同语言 演绎法式料理 好 好 好